准备 咱们打开了 第一场赛事是第五级 1100公尺沙地赛事 欢乐周五还有大首领的前速都不快 太平同军现在也是暂时在后面的 那现在前面在抢的呢 先有这个七号 那是天狼星 他是在内篮的位置 另外呢就是外侧冲上来有阿红 跟着呢在中间呢 还有红中 大概是一个多茉位之后呢 是大富翁 然后在他的内侧则有大统领 然后一个多茉位之后是快无拘啊 欢乐周五塔西 后面两匹电尾的则是大首领 跟这个太平同军呢 距离前面领放的马匹 大概五个多马位啊 转路之后400公尺的时候呢 现在阿红还是在里面待 但是现在已经放缓了 看看外面冲上来的马匹了 红中现在开始打边 红中现在是有走势的 看看大外来快无拘啊 还有大富翁 现在呢就是快无拘 有走势 快无拘 快无拘呢 这个后冲能力很强啊 快无拘 然后里面还有天狼星 天狼星在里面快无拘 在外面快无拘 打败了天狼星 然后是红中跟大统领 接着呢才有阿红 另外呢才是太平同军了 塔西 塔西 然后是大富翁 欢乐周五跟大首领 好了快无拘都说他是四平八稳的啦 今天显文诺其他最后阶段也算是发挥了就马匹的后冲能力 其实他跟大风风一起追的 但是大风风今天追起来没什么反应啊 但是快无拘反的打下去是有反应的 而这个天狼星呢在里面想找位置上来 但是也来不及了 因为快无拘先抵达终点 天狼星跑第二名 第三名红中 算是不错了 但是我真的希望他去签四啊 另外呢大统领啊 真的是百多块钱争取到一个第四名 四号七号五号一号 我觉得是正常的赛果啦 对啊在正常不过啊